除夕夜團圓飯 很多民眾都會選擇到餐廳來圍爐 但是有民眾投訴說 到屏東一間餐廳吃年夜飯 提前兩個月訂餐也付了訂金 當天的菜色卻是沒有辦法上期 而且有些菜甚至沒有熟 就連結帳的金額都算錯 讓他吃了一肚子氣 對此餐廳業者低調回應說 將會退還部分的金額 越說越氣好端端的年夜飯 竟被餐廳搞砸了 蔡先生既無奈又生氣 米糕上桌滿心期待 吃一口卻好像沒有熟 除夕夜帶家人到屏東三地門的一間餐廳 提前兩個月預訂也付了訂金 享用團圓飯 不僅米糕疑似沒真熟 當天餐廳爆滿等了兩個小時 菜色卻一直沒辦法上期 十道菜色等了兩個小時 只出五道 而且有些菜色還沒有熟 甚至連結帳金額都算錯 店家到現在也都沒有處理 他只回我說他少收了我的錢 實際我去算他還是多收了我的錢 慘痛經驗一波網 不少網友也表示有類似經驗 一個小時只上五道菜 菜色沒上完就上甜點 餐廳忙到根本趕不出來 還一直收客 真的是花錢找罪售 也有人說還是在家裡 自己準備最安全 業者低調回應 只說過年期間訂單較多 難免會出錯 但也拿出誠意會退款部分金額 店家在網路上有不少好評 但一年一次的除夕團圓業 不但沒吃飽 還吃出一肚子氣 即便餐廳評價再好 在消費者心中恐怕已經大打折扣 記者綜合報導